我还没吃 我看你做吃饭 对啊 我在吃饭 又是美好的一天 朋友们 铁销 去 去窝尿 朋友们好呀 我是在路上的五一山 昨天晚上是在树松县 这个地方是悠悠葡萄园 在这里露营的 昨天夜里下了雨 早上也下了 现在是九点钟 雨停了 我就起床了 一会就和 铁销马上出发 往新疆方向 还有七百 还有四百七十公里 差点说错了 准备出发了 有一个老乡 在前面这个村子里面 过来看一下 可以上 可以上镜的吧 五号 你可以上镜吧 可以上我的视频吧 为啥 为啥 我又赚不了钱 这个不是赚钱的问题 人家都会 好多中国老百姓 中国人都会喜欢你 马上出发了 朋友们 我这里面有电瓶了 带电了 这位大哥 很慈祥 很好 你夏天怎么办呢 夏天 夏天我去冷的地方 是冰管 不是 去冷的地方 冷的地方 它会没那么热 层面大概三公里 就进入树中县的县城 现在行驶在三四七的国道上 阴雨某某 在江苏这边 在安徽这边 一路过来 都是种小麦的 这边 有一大片藕田 全部是种棉藕的 哇 棉藕 藕田里面还可以养鱼 这边也在开发 也是 弄了鱼塘还是什么 好大呀 养鱼还是可以的 这边 他们这边也可以养鱼 有水源 因为这旺江 这边是靠近旺江 难怪的 幽幽葡萄园 欢迎您 咱们马上要上桥了 华阳河大桥 长度675米 上桥路段 我闻到一股豆腐的香味 谁叫在打豆腐啊 好香啊 可能是在烧豆腐 这个香味已经飘过来了 我都想吃了 哎呀 好香啊 这里就是华阳河 哎呀 这个下雨过后 这个地干净了好多好多 起起来很清爽 一点灰尘也没有 啊 啊 啊 刚才 有位交警叔叔 我这次是抹叉子了 我说旅行的 他让我走里面 走这个里面 本来是走在这个里面的 过红绿灯 那里拐不过来 要走在那个红绿灯那里去了 看有没有吃的 有吃的吗 有什么吃的 有包 鸡蛋 豆浆 鸡蛋 嗯 豆浆 三个能吃吗 三个先来三个吧 好 能吃包好不好吃啊 好吃 好吃啊 够不够啊 好 挺远 二哥 这叫的 嗯 这叫的就好 嗯 当然你 三爷拦着我这山 好 看一下看一下 看一下 好 你们走 谁让我走了 他看你们是高度 是你的 是 他参观了 他没有别的说 因为我那是脚踩的 脚踩的 嗯 打包了几个包子 包子很好吃啊 这里 这里这家是安庆小吃吧 是不是 安庆小吃 在旺江县法院对面 旺江县法院对面 好 我在你家再打两壶水啊 好 好 把壶子拿过来 壶水用完了 一日三餐小吃 这个包子挺好吃 肉包子 我刚才吃了 还有那个粉条包子 谢谢 谢谢 开水吗 那里 开水就不用了 谢谢 就自来水 路上可以做饭吃 做饭 嗯 你们可以关注我 看得到 可以 在路上的513 可以啊 今天还经过这里真好 嗯 抖音的吗 抖音什么都可以 看得到 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 最团的是什么 哦 这个 你看 这里是旺江县城 这个县城的红绿灯 特别多 我要 哎呀 这里有点车挡住了 铁锹露出头来 我把这个坡上来 我就把它放下来 它应该是人尿尿了 散播 上上去 不要 这个雨下大了 下大了我要不要穿雨衣啊 这个手扶托拉机 比我还走的慢呢 啊 那个更慢 走不快 但是它那个劲大 有点像吃鸡肉了 这边好像是有菜市场 但是这个下雨又不能烧 哎 老乡 老乡 哎呀 下桌吧 如果 这个蓬蓬香能不能买一个 啊 啊 这个蓬蓬香能不能买一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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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破了 就这个 那就 那就没有大的 啊 什么大的 啊 啊 那就这个我 那谢谢你 这个我 这个大就大一点 大很多 这个大很多 这个 好了 好了 换木箱给了一个 晚一点来换 现在下雨 去 好的地方去换 把它重新把它撕了 重新沾 因为它那个破了 它个底破了 行驶在这个37的国道上 这个国道总长度是155.167公里 好长啊 你看这一条道 这个房子建在水里 这里是它的路 正大门路进它的房子 这边也是 这边房子也是建在水里 然后这里修了一个桥 还修了一个大门了 现在是中午的12点钟 到江苏 还有423公里 如果天气晴了 我大概五天就可以到 但是它下雨 可能要一个星期 才能到 好大的武昌湖啊 雷池布地 三孝之乡 旺江县 我的店 还剩两个 等一下把备用电池拿出来 把前面那个坡爬上去 换备用电池 完蛋了 骑着骑着 那个泡沫箱不知道 掉哪里去了 啊 我盖着这个上面呢 这下就麻烦了 大叔 我路过 看到你这个泡沫箱 我能买一个吗 我那个狗 我那个狗长大了 那个泡沫箱放不下了 那你这里买一个大一点的 可以吧 买一个 我那个泡沫箱小了 我那个泡沫箱给你 这样子 可以吗 你要干嘛 放狗 我那个狗大起来了 放不下了 然后我那个给你 有菇啊 全部都破了吗 真的 什么意思 真的 有孔 没关系 有孔 人这个是要卖的吧 是不是 是的 你那个搞什么东西 我是记录 短视频的 啊 记录 这个呢 这个也可以啊 这个 这个可以 嗯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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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大叔阿姨关注我了 真好啊 你们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我们的高速 旺江 旺江 旺江高速的 旺江高速 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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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前面离镇还有多远 镇在上面 哦在上面 前面还有没有镇 前面还有 还有啊 嗯 啊 大叔阿姨真好啊 哎呀 真是缘分 弄了换了一个这个箱子 真好这个箱子 换我这个小小的 太好了 太好了 嗯 你可以 可以跟你儿子他们说 跟你孩子他们说 嗯 可以到时候可以看到了你们 啊 啊 真的 哈哈 我的事 啊 我看你在吃饭 对啊 我在吃饭 是啊 大叔说找个盖子 找不到合适了 算了 好了 谢谢你了 啊 谢谢你了 感谢感谢了 啊 啊 好了 出发了 这个箱子换的大一点的了 现在好一点了 他不会憋在里面了 让他睡觉舒服一点了 他还叫叫叫 不习惯 到充电桩还有三公里 现在这个雨一下子就下大了 找到了 充电桩找到了 但是这里只有一个 每个被人在冲啊 不知道还有没有啊 这一个 到了这个旺江 旺江县 旺江县 塞口镇 旁边有个巨人超市 这里只有这一个充电桩 这一个充电桩 就 这个是交流的 交流的可以 等它充完吧 充完了再给我的车充 还超市了 看看有没有盖子 我想搞一个这么长方形的盖子 盖在那个泡沫箱上 这多少钱一个 买点大米大米快没了 买了 买了东西56块钱米啊 买了一点零食 买了 你这个两块钱钱 我要不了那么多啊 我要不了 两块 我要不了 你要多少 他这个鱼 这边这个鱼 两块钱一斤全部拿着 他说 我就卖的事儿下雨天 我就干脆 我卖三块 三块 我给你修到两块 不是 我我是旅行的 我旅行的 要不了那么多啊 你要多少 你要多少 要多少就趁多少 好吧 等一下 我等一下过来 我先把东西放了 放了 放在车里面 好 下雨下的好大呀 这铁锹先吃饭 铁锹先吃饭 铁锹先吃饭啊 铁锹是吃饱了 我该怎么办呢 雨伞也没有一把 这雨一直在下 下来很大呀 这里只有没有快餐 只有炒炒粉炒面 炒炒饭 点了个炒炒饭 崏里吃饭 百IVE 断 吖 你 rendezIE 一中央 他 一中央 votre 有 朋友们到这个开店的这个老乡这里 找点热水 他看我接点热水洗 洗脸洗脚 那个车马上就可以充电了 他帮我去那个电网公司 电网局去找那个师傅 那吸吧 那个水倒就吸 因为要喝的话 我现在稍微不接你 谢谢你 因为你拿水瓶来搞 喝的有 你看这个热不热 你塞压看行不行 不行的话就等油 OK可以 还要不要 过了过了 谢谢 非常感谢 哎呀 太感谢了 啊呀呀呀呀呀呀 现在终于可以充上电了 电池拔下来了 现在把这里整理一下 看有点乱了 不知道明天会不会有太阳啊 衣服都有点湿了 我要叫铁匠 放里面的 放里面的东西也 也给它放进来 乱七八糟的 这个线 朋友们 今天这里有点乱了 这个只能明天收拾 外面下雨 我把这个线都放在房间里面来了 应该是放在外面的 下雨 然后我那个衣服都有点湿了 我把它摊开 摊开这样放起来 明天再来收拾 这个买了米啊 明天我放到外面去 就充电了这样子穿 充电晚上让它充满 今天没想到它下雨下的厉害 下的整整一天了 上午还有 上午阴了一会 中午 上午大概十 10点多钟的时候 一直下 下的现在还在下 我就半夜还会下 大概四五天 一个礼拜之内 到江苏上家 就应该差不多一个礼拜之内了 要不了多长时间 还有400 400多一点点 400多公里 好了朋友们 那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房间有点乱 今天有点仓促 主要是下雨 没说是好 好 我们明天在路上见 拜拜 拜拜